好我们今天继续黑猪挡3这个游戏的攻略 那么继续垃圾生意 好那么实际上你就是就可以对视这个 垃圾生意这个任务的小头目了 那么还回到垃圾场 回到这里 那么这个呢上一集我们来过这里 所以呢也熟悉了地形了 熟悉地形大家不必这么硬闯进去 硬闯进去不太好 成功机力比较小 当然如果你想暴力闯的话也可以 就是废枪废子弹废生命呗 但是呢如果像他这个游戏一般都会有一种巧妙的玩法 巧妙的玩法那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后门啊 有些隐藏的地方你可以轻松的进入 进入后你就可以 你可以轻轻松松的抵达那个任务的地点 那么垃圾主义场呢你可以 走侧门 有一个港哨 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港哨 应该就在这附近 走你 正好撞一个正着 正好撞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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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发现了那么就开打了 没有办法了只能暴力硬闯了 哨兵先干掉这哨兵 他会报警 又进来一个走你干掉 又是一个哨兵干掉 他这桌子上有把狙 把狙我先不用狙了 用狙 比较慢 狙一般是暗杀人的时候用 远处还有一个 走你走你 手枪 手枪就干掉 一个人上来了 去你打 干掉 又是哨兵 是哪打的 好像在上面 好像在上面 又上了一个 哦在下面 嗯上面还有一个 原来这有梯子 可以上去 去死吧 不知道敌人是不是都干掉了 应该都干掉了吧 我也不太清楚 不是太清楚 可以进入这个 房子里了 虚拟的 出来真好撞到 真好撞到我 那么目标就在前面 应该就是那个小头目 小头目 看一下那些 小头目的 他们还要朝那边看 我在这呢 我干掉一个 干掉一个 出来 干掉了 解决掉这个小头目 直接处理掉干掉了 不收编了现在 今年不收编 垃圾生意据点已经完成了 看看分配给谁 这个生意分配给维托吧 因为我现在很想升级雪 就是我的雪量可以增加 升级维托的话 你可以升级我的雪 没关系 我现在就会有证据 我会发现 我会发现 事件 写得更加 上面 Robinson 一位女士在城堡的地方 遇到沙利的沙利和他弟子 在禮堅上的厨房 我试图在沙利 问过 但我所有的努力 被判断了一位判断的判断 今次知道他在这场 那么声音这个垃圾据点完成之后呢 这个地图里面还有 另外一个 这个主要巨型的任务呢 就是枪支任务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 这个地图这 那么你需要首先来这里和这个人谈话 触发剧情 看着谁它是 很高兴认识你坐在身边 Connie 你怎么说 他很狡猾 当你准备到 在某厢里 在某厢里 但是我都好 听说你知了什么 关键的地图 对 这就是比较 比较的 比较两个人 那伙伴的 那伙伴的 在那一件的 的衣服 发现你需要 眼睛和眼睛 在 Pete Santini 的航运动 什么 是 Santini 他在 保护者 在 Barclay 你想看 你出发剧情之后你又可以先去 做你的目标了 这里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炙腔的工厂 你的任务就是来到 这 偷走一个东西 非法进入了 非法进入了 目标就在前方 我要是能穿墙就好了 可惜穿不了墙 看一看 在这 就在墙后面 想一想怎么过去怎么进去 肯定应该有 小道可以进去 生爽吗 再来一次生爽 哨兵 把他吸引过来 走你 等这两个人 谈文化 他可能就会分开了 还没谈完 说这么多废话 终于谈完了 那么他们之后呢 可以先解决掉 这个人 干掉之后 看一看 怎么走 这是一个哨兵 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哨兵 看这个哨兵还比较远 应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危害 先过来 先过来 干掉他吧 走你见人 还有一个 这个人 这个人 背身 冲着你 是一个 绝好的机会 可以干掉他 来吧 来吧兄弟 走一个 然后你应该 目标就应该就在后背 那这有一个人 附近没有敌人 那么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将他 解决掉 解决掉之后 拿上桌子上的钱 然后看一看 东西在哪呢 东西在哪呢 实际上就是在旁边 就是这张图 拿完之后 因为触发一个破坏上迪尼武器交易 破坏武器交易 实际上就是打掉这些 箱子就可以了 你可以放心的打 那些人 暂时不会跑过来 他们跑来速度很慢的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 将这些箱子打掉之后 然后赶紧离开这里 记住赶紧离开这里 看到了吗 这些人他跑过来很慢的 他们跑过来很慢 所以 这里离的出口还比较近 所以你就可以 赶紧离开这里 赶紧跑开 赶紧离开 然后 然后 你到达另外一个地点 你可以在地图上查看 查到 不一定是这个区域 他交易武器的时候 不一定在这个区 所以你要整个地图看一看 整个地图看呢 然后你就会发现 有在地图的 某一处会有 武器交易的场所 你就赶到这里 应该是会离你那个区域很远 他现在在做武器交易 他们就可以 破坏他的武器交易 破坏掉 他的武器交易就是 把这些都给打炸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先把 敌人干掉 干掉之后呢 再 破坏这些所有的这些 武器 哨兵 我很痛恨这个哨兵 因为 这个哨兵会 哨兵很烦 这个哨给他 吸引过来 诶 居然从这边走 挺机灵的啊 小子你还挺机灵的 好 天都亮了 时间过得够快 发现就打吧 发现就打 这里的人都 都给干掉了看到之后你可以 把这些 箱子给 打掉 不要忘记拿钱 然后你再回到这个屋子再跟他说话 再跟这个人说话 然后就会出发剧情就可以直接和这个枪支交易这个小头目 来对视了 对视了 那么你一路赶来又再回到之前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枪支制造厂 那么你又可以 对视小头目了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是这么走 看到这个集装箱了吗 这个集装箱的旁边从这个门 小侧门走进去 千万不要 你也可以从正面走 那么这个方法我觉得更简单一些 更容易一些 然后上楼梯 然后上楼梯 然后其实这里是可以跳进去的 从这个窗户是可以跳进去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哨兵 哨兵正在往这边看 所以你先不要动 如果你起身的话他会注意到你 好 那么 可以 这样过来 差点被发现 这有一个敌人 哇 他就在这 好在他背过身来了 那么 你看到了吗 突然有星星的那个 就是 小头目 所以你离他很近了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在这里暴力直接往前冲 干掉他 也可以选择 暗杀 都可以 但我建议你先把这个哨兵干掉 因为这个哨兵 会报警 所以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 这个哨兵要报警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烦 好那么看来躲不过了 必须要打了 这个哨兵 这就是 包子 小头目 已经给干掉了 干掉了之后就是 干掉他 干掉他的 手下就行了 直接残忍杀掉 直接残忍杀掉 已经完成了 看看分配给谁 还是委托吧 我需要一些儿兵的儿兵在 Barclay Mills 好事 沒問題,你做得正確,沒問題 好,那么整个这个区域的两个主线任务就完成了 即将要面对就是这个安佐了 这个区域的boss安佐 我们下一集就会给大家展示如何干掉安佐